这次我们来学习余数定理 这个也叫做余式定理 日文读作Joyal no Tehri 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除法的定理 A是整数,B是一个非零整数 我们用A除以B的商为Q 余数为R 所以有下式成立 A等于B乘以Q再加R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多项式除法 用多项式Px除以Ax的商为Qx 余数为Rx 所以有类似的下式成立 Px等于Ax乘以Qx再加Rx 下面我们来看余数定理 用多项式Px除以一个 一次式X-K 它的余数呢是Pk 也就是有下面式子 我们将Qx当作商 可以得到Px等于 X-K乘以作为商的Qx 再加上余下的这个Pk 所以Pk就是它的余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用X方加3x加5除以X加1 它的余数是多少呢 就是直接将X等于-1 带入这个多项式中 所以P-1就等于1-3加5等于3 所以3就是它的余数 下面我们再来看 用X方加3x加5除以X加1 我们实际用多项式除法来计算一下 可以看到确实余数是3 下面来做一下练习 按下暂停键做一下练习 做好之后再继续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下答案 第一题Px等于X三次方 减2x方加5时 它的余数为P1等于1-2加5等于4 第二题Px等于2的X三次方 减5x方加3x加1时 余数为P2等于9 第三题Px等于2X三次方 减5x方加3x加1时 余数为P-2等于-41 下面我们来复习一下这次所学 首先除法的定理是 当A是整数 B是一个非0整数时 我们用A除以B的商 为Q余数为R 则有下式成立 A等于B乘以Q加R 我们再来看多项式除法 就是用多项式Px除以Ax 它的商为Qx 余数为Rx 则有以下式的成立 Px等于Ax乘以Qx加Rx 而余数定理则是用多项式Px除以一个E次式X减K 它的余数为Pk 我们可以将Qx当作商 所以由以下的形式成立 Px等于X减K乘以作为商的Qx 再加上一个余项项就是Pk 所以Pk就是它的余数 这次学习倒子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